6.4那些油 CA 彩包 哒哒 相信大家在前面的影片的时候已经看到了 没错这就是伯克莱的欧卡P Lutara的潮烧带 那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视导宝的样子奔瓷 这是那个背带 它可以自己设定长度或是你想要白色或橘色在外面 就是根据这边 穿过去打结的部分 那一开始可能会比较难打一点 因为比较硬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装饰的包包 那我们就先来做别针吧 这是这次制作的底稿 二缩片的收缩比例 就要看每一家都不太一样 我这边的话好像大概会说个 我记得是2.5左右吧 就可以大概参考一下 然后画一个比较大的图案 然后我这片垃圾片是一面是雾面的 一外面是亮面 然后我在雾面的地方上色 出本的底色的话我想用这个 粉橘色 那因为着色面积比较大块 所以建议是 就是两边上完之后等干 再去做其他颜色块的处理 要不然就会涂出去喔 会很恐怖 发生悲剧的那种感觉 像这样还没干的话 就可以先上其他颜色 那记得如果是右撇子的话 顺序就是这样画过来 那左撇子的话就这样 才不会这样糊在一起这样子 像这样 那这样干的都差不多之后 就可以开始画线条或做装饰了 就这样以此类推去完成其他的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大概的装饰了 然后就可以用剪刀 把每一块剪下来 这是剪完的样子 然后我是用烤箱的部分 烤箱需要做预热 然后里面 记得放一个烘焙子 会比较好 它才不会跟这个 铁盘或什么的沾黏在一起 这些现在做起来的样子都是这种 就是有点 霧面质感的样子 那如果想要让 别增看起来比较光滑 有亮面感觉的话 可以上亮光期 然后我的是这个 因为是UV的 所以需要搭配UV灯 那一般的亮光期 也可以直接涂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找喜欢的就可以了 可以拿一块板子 跟纸胶带 让它们可以固定 不要跑掉这样子 这样就不会跑掉了 这样就不会跑掉了 然后照UV灯 上完亮光之后的样子 然后 因为要做成别增 所以我买的别增是 这个样子 这种的 然后要黏在后面 所以也是固定在刚刚的板子上 黏的部分的话 因为这个属于光滑面 所以我应该还是会用 UV胶 才会黏得比较老一点 这样就完成了 做完之后 我们就来 别上这些别增 那因为帆布袋比较厚 所以如果要别的话 要小心一点 像这样别在自己想要的位置 像这样别在自己想要的位置 像这样别的四个 示意涂一下 然后这个包包 其实有一些设计小巧思 就是这边有放笔的 小笔袋 除了背带颜色可以这样 橘色在外或白色在外之外 还有 还有这个 小小的侧带 就是可以放小东西或是钥匙 比较不会掉 这个小夹子 刚装书 书袋的小夹子 也可以拿来 装比较就是 怕压坏的纸 因为这刚放进去就是刚刚好的 保护纸不要被压到 然后这次的包包装饰就到这边 然后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推荐去看 Ocapi网站上面 ZFans画的那个漫画 Ocapi的漫画 就是超可爱的 然后我不小心把所有的 漫画部分都看完了 那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 下面有 连结可以点 来看看 然后超书袋的 连结也在下面 那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记还有其他推荐影片哦 那就是这样 安妞